原文灾族,书接上回 上回就讲到,边境的达旦暴落呢? 就大举进攻大明的边界 皇帝就十分奇怪,喂? 边界一向都十分平静的 为什么现在达旦大举进攻呢? 于是就派人去查了,一查 哦,原来倒是那个汪直 无是生非,他派军马 到处出去杀人放火 搞到达旦的人就生气了 所以都要进军来报复 皇帝就火起了 立刻召见汪直 训斥他,你看你啊,看你啊 搞成这样的局面 你现在立刻和我平定他 皇帝没办法了,楼爷带领军马 就赶着出去了 谁知道去到宣化 达旦族就已经抢得差不多 放火烧屋,热烧了 就退兵翻车 那没有仗打了 汪直就想回京城 谁知道皇帝说不要了,不要了 你留在那里,收拾手尾先 汪直就只好留在宣化 哈,这回就对了,你不在京城 嘛,尚明和李知省就趁机发动进攻 哇,那些奏捷是翻天覆地 这么蓋着过来 皇帝都顶不住 就将这个汪直就贬职 就贬去南京做鱼马鸡 那去宣化独占的时候呢 还是威风八面的 转眼间嘴头嘴脑就去南京上任 不过呢 我们中国人是习惯打落水狗的 尚明又不肯放过他 趁这个机会穷追猛打 哈,直至连南京都去不成了 翻翻入宫做一个凤鱼 凤鱼是什么工作呢 那就是十九年前 汪直在广西做了俘虏 拉回京城阉割了做太监 那入宫拿着掃把呢 那个不是凤鱼的职务咯 哈哈,猜不到十九年 已经做到权倾一事 掌握西厂大权的 又是鱼马鸡 现在打完形 还要拿掃把的小太监 哈哈,这个真是世事难测 人生如梦,史书就并没有记载 这个曾经戚杀一事的汪直 最后怎么收场 他死于何年何月都并无记载 这个就充分讲明 这个这么卑鄙的小人 确实不值一提 那么汪直就拿台了 最高兴的就是那个监派的首领 尚明 现在 洞西监都可以统一 归了我自己管 不,大权在握 嘿,真是十分威风 慢着,慢着 尚明,你又高兴得太早了 因为下一个当衰的人 就轮到你了 尚明在这儿整汪直的时候 另一个人已经开始 准备对付尚明了 这个就是他自己的朋友 老乡党一起整汪直那个李之省 这样的 歌贺就拆桥 歌桥就抽板 这些是所有阴谋家 一定用的手法来的 不足为怪 当汪直拿掃把去掃地 李之省就开始整尚明了 他又发动大批言官 向皇帝告长 又收集了大批罪证 内外夹工 朱建森就顶不住 最后就将尚明撤职 朱建森这个人 你看不出他多公道 他将西监派的首领 汪直 派去拿掃把 现在呢 现在呢 又将这个尚明派去明孝令 一样是炸掃把掃地 公道公道 两个同等待遇 那么先派的首领 李之省一下子就打倒监派两大首领 监派全军覆没 那时候呢 先派和后派就得适了 就结为同盟 在朝中胡作飞毁 那帮胡混混的混派呢 就惊了 缩在一边 一句声都不敢出 现在 朝廷一片黑暗 就在这个令人 绝望的时候 一个光明的种子 就开始萌芽 一线光明 就冲破黑暗 说起来呢 就任何人都猜不到 这一线光明的剃造者 你猜是谁呢 这个光明种子的呵护者 你猜是谁呢 居然是李之省 一手栽培出来的 因为呢 李之省将监派两大头子 尚明和汪直都赶下台 那施礼监的怀恩呢 就能够掌握 监派的大权 从而就点燃了 希望的火种 使得一派黑暗中露出一线光明 那 现在就讲一下这个怀恩太监 他本来呢 是出身官患之家 衣食无忧 谁知就非来横祸 他父亲呢 就罢官 被人抄架 就将他捉入宫 厌割了做太监 本来好像他这样的身世 后来成为一个 专做坏事的太监呢 那也顺理成章的 但是 这个怀恩 非但不是一个坏人 而且一个好人 十分好的太监 可见 好人和坏人 绝对不能是因职 没有来得定的 不能说你读书多就好人 读书少就坏人的嘛 往往爆读诗书的大臣 都是大奸臣来的 而那些文盲的太监呢 就很多反而是好人 读书 正我 怀恩 就是这些 代表人物 在这个鬼哭 神号 阴风 阵阵的明朝 盛化年间 怀恩 和商努 同心合力 支撑大局 那个读书少的怀恩 就比那个 天下第一才子 商努聪明得多 他一眼就看穿 汪直 尚命 李芝省 这帮人呢 固然是十恶不赦的 坏透人来的 但是此作俑者 并不是他们 也不是万贵妃 最坏的 应该是那个 看来没什么骂人 为人温和性格 软弱的皇帝 朱建森 最坏的 为什么呢 朝廷搞得这么乱七八糟 一塌糊涂 所谓五大门派 都是为皇帝效劳的 春派 为皇帝提供春药 提高他的性功能 提高他的性兴趣 先派为他求神拜佛 长生不老 监派为他打探情报 护着大臣 后派为他提供生活的享受 运派就专门拍麻痹的 只要朱建森继续做皇帝五大门派 你怎么打都打不倒他 一定继续他的丑恶表演 所以当伤劳心肤 二冷持观归故里的时候 怀恩仍然留下到没走 因为怀恩已经找到一个破解的办法 什么办法呢 他找到一个消除黑暗的火种 就是朱幼堂 唯一的希望 只有寄托这个小孩 朱幼堂身上 太子朱幼堂出世以后 怀恩和宫中的其他人 一起保守着这个秘密 他经常偷偷地去后宫 探望这个可怜的儿童 当太监张敏 盼死向朱建森 说出真情的时候 怀恩也停身而出作证 证明这个审恩仔的出身来历 怀恩 看着朱幼堂是后宫成长的 他觉得这个儿童 这个受尽苦难的少年 将来一定能够成为 复兴大明王国的一代英明君主 事实 真是没有令他失望 不过呢 上天 那只硬的嫌 对这个儿童的折磨得不够 所以就安排一次最危险的考验 这次最致命的考验 是由一次倾底引起的 成花二十一年三月 朱建森 入到后宫他的钱库 那里巡视一下 看看有多少财产 由于这个皇帝 整天都顾着练丹 研究春药 所以周身没有空 但是最近很少人查自己的财产 谁知他打开库门一看 就大吃一惊 他立即下令 叫管钱的梁芳来 朱建森一言不发 叫梁芳 你自己看 那个收藏金、银、珠宝的钱库 空空如也 十几年前 这里堆金、积、银、银都满了 这个钱库是皇帝收藏私底钱的地方 现在什么都没有 所以皇帝就发货 叫梁芳你自己看 皇帝发货 我都挺害怕的 啊 那个梁芳一点都不怕 他居然顶回头 他说 这些都是整祠堂 收礼宫殿 为皇上祈福用的 真是豈有此理 你花了些钱就顶回头 说为我 一只这样 一只死猫来吃都可以 皇帝就生气得面都红了 不过任何人都猜不到 你猜皇帝这么生气的 说出什么话呢 他说 哦 哦 我猜不到你 将来自然有人跟你算账了 哦 说完就纷纷不平走人 至高无上的皇帝 啊 居然说了他这么有失身份的说话 太监了嘛 你都说管他不到啊 啊 那你管什么呀 这么得了的 你还要说一句 以后有人来管你 有人跟你算账 谁啊 谁啊 以后 谁来跟他算账呢 还需要问嘛 就是你这个儿子 太子以后的皇帝咯 梁芳 梁芳 听到皇帝说这句 这样的说话呢 就大吃一惊 哎呀哎呀 死了死了 你这么说 我管不了你 将来我叫我儿子来跟你算账 得了的 你的儿子是皇帝来的话 那我实死无疑的啦 没办法啦 唯一解救自己的办法 就是想办法杀了太子 免除后患 那你要杀太子 又不是那么容易的嘛 首先要得到一个人颅头 这个当然就是那个万贵妃啦 只从十年前 朱又棠就被他老爸 找回入宫 做了太子 万贵妃呢 要落毒药杀她 但是杀不到啊 万贵妃的阴谋 被皇太后摄穿之后 足足十年 万贵妃呢 若都不敢动 缩在后宫 但是他虽然沉默 但是他虽然沉默 心中的愤恨一点都没有消散啊 反而越职越紧要啊 以下梁芳找他商量要杀太子 一下子又点燃起万贵妃心中复仇的火焰 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就是万贵妃杀死了朱又棠的母亲 八岁 朱又棠就十五岁 虽然万贵妃已经年过半百 但是谁都猜不到啊 他依旧风吻又棠 他的枕头风杀不厉害啊 反反复复地吹 吹到朱建森温头温脑 最后决定废了太子 当他决定要废除朱又棠太子身份的时候呢 他就找着那个施礼监怀恩来商量 问怀恩 哎 我想吹了太子 你看看怎么做法好呢 怀恩一听 立刻跪低在地上 脱了顶帽 一尾那么叩头 但是半句说话都没说 朱建森等了一轮 见到这样就问 喂喂喂 你怎么不出声啊 我求陛下杀了我 不是吗 因为我听到陛下 这道预令 我 我绝对不能够执行啊 混账 你什么死奴才 你想死啊你啊 怀恩一句恶高头望着皇帝大声说 今天我不赞成杀太子 陛下一定要杀了我了 但是如果我说我赞成杀太子 哎 天下人都要杀我啊 所以神万死也都不愿意做这件这样的事 朱建森当同被他激到无话可说 这个平日不公不敬的老太监 居然敢死胆来顶撞自己 朱建森的六大双眼望着怀恩 怀恩一点都不怕啊 他眼神十分平静的望着皇帝 朱建森突然间发觉 自己虽然是天下自尊 手握着千千万万人的生死 但是就是没办法征服面前这个老人 这个老太监 那倒是呀 一个人呢 如果他不怕死 那你就没什么办法吓得到他 朱建森就没了他办法 只说了一句 你不用留在这里 来回中都的守灵 中都只是朱元璋的老家奉羊 那时候十分方良 叫怀恩去那里守灵 就是叫怀恩去看守朱元璋的坟墓 怀恩也没有求情 一言不法 扣头借恩之后就离开 但是怀恩的忠诚 执着并没有打动朱建森 他在万贵妃不断催促之下 还是决定要废掉朱又堂的太子身份 哎呀 朱又堂的命运如何呢 且待下回分界了 朱元璋的坟墓